ikdiff2 OS 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克库拉斯 急流的一个速刷法 就因为在这个副本有哪些东西 ok我们可以不用打 路线怎么走会比较快 都会在这影片跟大家分享喔 那我的频道日后也会更新很多关于暗黑不朽的相关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一定要记得订阅开始小铃铛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进到这个副本里面呢 我们一开始什么怪都不用打 OK我们就直接一直往前冲就对了 他这个地方呢其实在一开始你的路线是还蛮长的哦 但是其实如果你要速刷的话呢 你都不用理他哦就一路往前冲一直冲冲冲 冲到会看到有个码头哦 路线大概就跟我这个方式差不多 在这里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吹剑的小怪 哦那如果说所有队友都可以一直往前冲的话 那就会比较好就会有大概可以留守 大概三个人在外面哦 然后大概一个人呢 赶快去这边放下这个桥梁 那其他人赶快把这些怪杀死 要不然这些怪没有杀死的话 他就会一直吹剑 然后导致那个桥梁的人没有办法放下桥哦 好那放下桥之后呢 所有人都要赶快上这个船 就不要再留念打了哦 这样会比较快哦 所以等所有人都来上来这个木阀之后 这个船才会开哦 所以其实怪是不用清完的哦 这边就只要去放木阀就好了 所以刚才放木阀的小记者就是 要有几个人顶在外面哦 让那个放木阀的人呢 放桥的人可以专心放那个桥 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就是轻怪的一个时间啦 就是有怪出来的时候呢 就赶紧把他给他做个秒杀哦 其实就可以了 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其实克库拉斯吉流 是相对其他副本来的单纯哦 如果说你没有流连打其他怪的话 因为他这边其实大部分是动画 所以他这边其实不会需要花你太多的脑筋啦 你就是有怪出来这边就打哦 没有怪的话就等他 那我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是要一直广快清怪哦 这边有左边有怪就打左边的怪 右边有怪就打右边的怪 大概就是这样 那等一下呢会一路到一个地方哦 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会开始有人对你丢火球 哦那我们等一下会进行这边的一个解说 哦就是这里了 好到这边的话有人开始丢火球 那这边的话要想尽办法哦 大家要先把船上的所有这些吹剑的小兵 都给做击杀 他这个丢火球才会开始倒数十秒 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船阀上的小兵击杀的越慢 哦那你这个吹火球呢 就会倒数的时间就会来的比较晚一点点 所以这边首要的事情呢 就广快击杀就对 那这个火球到底有没有去躲他其实不是很重要 因为他扣的血呢其实也没有很多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会进到一个瀑布区哦 那瀑布区结束呢就差不多要打我们的这个王了 哦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其实也就是 船上有怪哦就就打这个小怪啊 如果没怪就放松然后就休息哦 大概就是一直在重复这样子的一个无限的一个循环 船上有怪就打怪 船上没怪呢就休息 那船的话其实会一分为二啦 所以会建议两艘船的话 尽量就是能够的话就是二二站 有时候不小心呢可能会有组四个人队伍 或有一艘船站三个人 或是有一艘船站了四个人哦 那可能这个清怪的效率就会不太高 哦所以尽量可以的话就两个人站两艘 哦两个人站一艘 哦然后分开站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整体来说这边的难度其实不太大 哦不太大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瀑布了 那瀑布了后就随他这个掉下去 那掉下去之后呢也不用什么打其他怪 哦就一路往前冲 哦就一路冲冲冲冲冲到底 就直接遇到我们这次最大的boss了 那我觉得其实在克库拉斯极流 跟其他副本比较不太一样的啦 是其他副本呢 其实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小王 哦可能会有一个第一个小王 第二个小王 最后才有大boss 像我们的骷髅王的副本也是嘛 前面会先打一个打两个王 最后才会遇到骷髅王 可是在这个克库拉斯极流呢 直接就是大boss了 就叫做鬼蛙球长 打完他哦大概就结束了 所以大概打完整个副本 如果完全大家都是用这个速刷法的话 哦时间应该可以介于四分钟 三分钟到四分钟左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 那也可以 如果说是地狱等级的话 可能也可以刷到传说的一些绿色装备哦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克库拉斯极流的一个速刷法啦 那包括如果说对于这个副本或其他副本的速刷法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 或是什么样的建议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 谢谢你看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那记得一定要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日后更多的相关消息哦 如果你觉得影片拍得不错 可以点击超级感谢 给我一点小小的鼓励 或是加入频道会员 每个月只要15元新台币 支持我拍出更多更好的相关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